第18年九合一大選合併十項公投案 投開票一路到半夜 被是不少投票所邊開邊投 被棄保的苦主正是國民黨籍丁守中 但國民黨立委再提案恢復一起投票制度 拼本會起闖關三讀 我們是不是也要邀請丁守中委員 也要來參加公聽會 當年的受害者是他 還有一位可能到年底 都沒有辦法出來參與公聽會 當年的受力者正是柯文哲市長 有經歷公投跟大選綁在一起的當事人 來發表一下他們的意見吧 不但要一邊選人 但一邊還要決定事情 就是票投不完啊 立委大選怎麼不把苦主 丁守中柯文哲都找來 尤其國民黨提案 希望公投效力延長到四年 也被質疑 距離2021年排不到三年 就主張修法這似乎自打臉 一旦公投過了之後 行政部門相關的首長 這個公投結果你不能接受 那你就離開 所謂的要辭職 在法律條文裡面 其實也無從解決 下下週有本席 各排一場公聽會 藍綠黨團夾動備戰 但三黨達成共識 主張召開公聽會 承諾不會強行 逐條審查送出委員會 當年的這個選務的量 的確是遠遠超過 我們選務機關所能夠承載 呼籲朝野的立委呢 能夠針對這麼一個修正案 能夠更審慎的來檢討 在野黨立委醞釀修公投法 李敬勇呼籲別委修而修 避免2018年選務大亂 重蹈覆轍 三十文章報告我們宣言 提報到